各位 我是女志華 還有幾天已經過年了 我現在和大家拜祖年 恭祝各位心想事成 財源廣進 以及今年希望疫情盡快消除 過去而言每逢新年之前 街樹也相當熱鬧,充滿新年氣氛 一家都會吃團年飯,又會買東西過新年 大家都相當開心 但是今年因為新冠疫情關係 所以市面相對來說比較冷清 街樹還有一些社區團體又或者一些議員 他們擺街站,派新年的禮物給大家 以及幫市民寫輝春 雖然今年這方面的活動少了 但是有部份議員都是這樣做 假如你在街樹走過,有人送輝春給你 而送什麼輝春呢? 就是送這類的輝春 你看到這些輝春,如果你看到 你會不會接?你會不會收?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收 還有你會覺得是哪些人寫? 如果以我來說 我就覺得應該是那些三歲的小孩子寫的 可能是那些幼稚園的老師 教那些三歲的小朋友去寫的 假如真是三歲的小朋友寫 我相信很多人都願意去接這些輝春 但是假如是三十歲的成年人去寫 我相信接的那些是有問題 寫的那些是更加有問題 原來這些輝春真是那些 年近三巡 還要讀完大學 自以為自己很高學識的人寫的 這些輝春就是荃灣區議員 岑奧輝寫的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肉酸? 又說自己是大學生 竟然寫這麼醜的字 還要夠膽出來獻世 還要夠膽擺街站送給人 你說 寫的那個人是不是很有問題? 過去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通常寫的輝春那些人 他的手字都是很漂亮的 我華哥的手字是怎樣? 可能大家未看過 我現在就獨家披露給大家看一看 這些就是我家裡的輝春 每一年我都會自己寫一些輝春 是黏上去的 我手字我絕對不敢說是漂亮 但起碼都四平八穩可以見得下人 但我都不敢出來獻醜 我都不敢在街上寫一些輝春送給人 你看一下這個神武輝 他竟然夠膽用這些字 送給他的選民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那些黃絲 他經常都是自視過高 自以為視 還有他井底枝蛙 又看不起別人 好像較早前 前立法會議員 那個禽獸醫生 他曾經說過那些警察 就說他們是偽俊仔 說他們沒有學歷 其實有學歷又怎樣? 你們不自量力 連自己有沒有料 自己都不知道 還敢笑別人 說真的 如果這一首字 在以前來說 我們的老師 寫作文的時候 全部都是不合格的 因為自乃文之衣冠 我們如果那首字寫得不好 那些老師是不肯改我們的作文 但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一代人 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教育制度 教出來這一班人 他們不但沒有道德觀念 沒有倫理觀念 甚至他們連很多基本的知識都掌握不到 就好像寫字一樣 字無百日功 讀了二十幾年書 寫了幾十年中文字 竟然寫成這樣 你慘不慚愧的 你還夠膽出來獻記 還夠膽在街樹 當著大家面前寫給大家看 所以這一班黃絲 他們除了不自量力之外 還有一件好事 就是臉皮 是脹脹的 完全不覺得醜 自己做的事 完全不覺得衰 就等於現在的女生 那些T恤上面 印著什麼自由蜜 自由蜜 大佬 你女生來的 人必自欲而 侯人欲知 你是侮辱自己 你知不知道 最好笑 這個岑奧輝 他現在寫這些揮春給人 竟然是有人接的 有很多街坊接的 我相信接他那些揮春的人 一定是腦袋發育不久 不健全 又或者有智障的黃絲 還有大家看看 他Facebook的留言 更加好笑 竟然有人說 他這首字寫得漂亮 例如 有一些網友 竟然說 他的字是漂亮了 問他練了多久 這個字已經是漂亮了 即是說之前來說 他是鬼畫符 我就懷疑 究竟神無輝在中大 他是不是學習道學 是學習的 是學習的 是畫符 如果不是 為何這樣的字 都叫做漂亮了 這些字出世都會寫的 還有一些人更好笑 他說這些才是藝術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黃絲 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顛倒是非 指鹿為馬 我相信幾千年前 秦朝的趙高 他睡在泥土下 那麼久 恐怕被他嚇得 整個彈起 他完全想不到 原來他的指鹿為馬 幾千年之後 竟然有人可以超越了他 真是清出於藍 如果他手字都叫做藝術 我相信顏真卿 柳公權 儲稅糧 那些肯定是圖鴉 還有些人更好笑 他說這些就是寫草書 黃希之寫的是什麼 是樹書 是植物書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些黃絲真是說謊 不眨眼 還有最厲害是顛倒是非 所以現在大家就不難明白到 為什麼八三一 他們死亡是有死人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 謊話是可以隨便說的 他們說謊不眨眼 他們根本就是 特朗普、蓬佩奧的傳人 這些就是他們接受西方教育 接受美國教育的成果 還有一個黃絲網友 更好 他就說 岑毛輝、阿輝哥寫的字 越來越漂亮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 如果有子女 我也希望子女寫的字 和岑毛輝一樣 還要是越來越漂亮 漂亮到 可能由三歲倒退到一歲 甚至半歲 到時麻煩你讚一下子女 黃絲的種種行為 大家從現在這一班區議員 已經可以看到 他們用這麼醜樣的字體 竟然大無私仰在街樹 以為自己真是書法家 寫一些揮春給人 毫不看顏 而最好 他還得到另外一班黃絲的稱讚 這班黃絲的腦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構造 我之前就說 一做黃絲 人就白癡 原來白癡都是抬舉了他們 根本他們連白癡都不如 好像近期群組傳了一些片給我看 竟然有一些黃絲店 在新年流流 竟然去到門口 放了些什麼 骷顱骨頭 然後放了些黃紙 或者陰間鬼神 那些不吉利的東西 新年大家都是開心的 你這樣放這些東西 他主要目的是想怎樣 就想令到他的街坊 他的左輪右利 見到都覺得不安樂 見到都覺得不吉利 不開心 但是對自己有沒有利 可以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說真的 新年你這樣裸警 其實對你自己都是有損害的 這個也正正看到 這一幫黃絲做事就是這樣 損人不利己 甚至是損人害己 好像在暴動期間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們一美喊三白 又倒路又阻人上班 又破壞社會 對自己有沒有害呢 同樣來說都是有害的 但是他們就喜歡這樣做 他們就喜歡害人害己 我真是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社會 竟然出了這幫 這樣禽獸不如的人 不是的 應該是禽獸不如的禽獸 這幫人做的事 不僅如此 好像日前 大家都看到一些短片 在元朗方面 有一個31歲的女子 她不小心開車 撞到客貨車 跟著她想不故而去 客貨車的司機在前面攔著她 她竟然不敢撞過去 跟著拖行這個司機 百多米 然後才停下來 所以從這件事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幫黃絲 他們的心 可以說是人性泯滅 你看看 這麼小事情 他們竟然致人命於不顧 所以你就不難明白 為什麼暴動期間 這幫暴徒 這麼喜歡圍偶的市民 用磚扔死人 用火燒傷人 因為他們心裏 沒有人命這件事 他們寧願愛一隻狗 愛一隻貓 見到貓狗流浪 然後懶有愛心 但他們對人命 反而置之不顧 所以現在西方國家 包括英國和加拿大 願意收留他們 願意讓他們移民 我們正常的香港人 真的要求神拜佛 希望我們早點離開 我們實在要多謝英國和加拿大 肯收留這幫 比禽獸更不如的禽獸 你們快點移民吧 你移民了之後 香港明天會更好 今年來講 新的一年 我華光有新的願望 我希望黃絲快點移民 黑暴就快點蹲夾 疫情就快點過去 多謝各位